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明朝正德年间第四代宁王朱晨豪一谋篡位 正德皇帝朱后赵一直想把他除掉 太后在宫楼上看皇帝在观赏表演节目 史官都指挥使御医都齐齐上阵 这已经是第167次由于过于俗套的牙役抓小偷的故事 史的皇帝兴致大俭为了去江南游玩 他想出法子找了点臣子的麻烦 把史官御医和督指挥使都关押到了监狱 而后要他们一起威服游玩不然就将他们斩首 朱后赵等人来到了江南的梅龙镇 尾随不止的长辞郡主 一直是朱后赵的一个心病和麻烦 为了使得朱沙宁王朱晨豪的计划成功 他一直寻思怎么支开自己的这个妹妹 正好路旁有人在玩魔术 可以将人从箱子里变得无影无踪 朱后赵花费50两请魔术师 把长辞郡主变到了黄土高坡 他们一路走着 看到唐伯虎和柱之山在玩鱼虾蟹赌博 没多久 他们的钱都被骗了个精光 不得已做了乞丐 丐帮正好举行抢夺烤鸡的比赛 大家在竹竿搭建的大山上抢烤鸡 都指挥使陈珍珍使用大松阳 帮助朱后赵取得了烤鸡 但是朱后赵却突然消失了 朱后赵伪装成失忆的乞丐 遇上了龙凤殿的凤姐 凤姐殿里正好有当地的地头蛇在捣乱 朱后赵出手解围 是仗义之举赢得了凤姐的信任 便将其留了下来 还帮她取了名字叫李小龙 龙凤殿的生意不好 朱后赵便当起了主厨 烧至宫廷的菜肴没多久 生意火爆人山人海 明王秘密派遣马多富 在他们对面开了一间啃的起饭店 抢夺生意 龙凤殿为了尊严向他们下了战书 一日李小虫拿到啃得起的菜单一看 跟他们的一模一样 于是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店里有内奸 当日他们关了门开始捉内奸 谁知朱后赵竟然把菜单做法 当成挑战书射出去 明王以弃君之罪把朱后赵抓了起来 在街上游街示众 关在囚车里的朱后赵眼看就要被问斩 天下起了大雨人群中的使官 多指挥使和御医才知道原来是皇帝关在囚车 他们开始营救皇帝 这时候明王带领五千精兵包围了他们 谁知道他的精兵中早就埋伏了皇帝的锦衣卫 再加上王耀明的支援明王大败而逃 朱后赵把龙凤殿拆了搬迁到了京城 而凤姐被他选为了皇后 好了 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净 明镜需要您的 dots 明镜需要您的好了 前面